大家好,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给大家品鉴的是德皮中的百地王小麦啤酒 说到百地王呢 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口碑和酒制方面一致好评的一款德皮 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百地王一点都不为过 那就是如果喝德皮的人当中有一半喜欢薄龙的话 那剩下的一半一定是这个百地王 背靠大树好乘梁 百地王呢就是背靠了德皮的毕特伯格酿酒公司 自从2011年成立以后呢 就一路高歌的来到了中国市场 而且受到了中国市场的认同认可 百地王呢也有三款 分别是小麦拉格和黑皮 其他两款我没有喝过 但是这个小麦是经常喝的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来品鉴一下这款小麦啤酒 酒精度5.4度 麦芽浓度12.5度 也是增询了德国1516纯净法量造的一款啤酒 没有添加其他的原料 就是水麦芽 啤酒花和酵母 话不多说 来吧 好泡沫是很丰富啊 从颜色上看呢也是这种虎阔色 然后泡沫非常的丰富细腻 麦芽的香味很浓郁 还带着一点点这个果香味 甚至有一点点闻起来像咖啡的味道一样的这种 我迫不及待的就想来一口 入口醇后 麦芽香和果香在口腔中啊 能够保持很长的时间 充满了你的整个的这个口腔 回味呢有一点点甜 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甜而不腻的这种类型 非常适合我的这种口感 价格方面呢 我刚从猛猫的这个旗舰店入手的 大概不到七块钱一罐吧 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能够喝到正宗的德皮的一个价格 性价比方面呢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想说到这儿呢 很多人就会问 那这个百地王到底跟薄龙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或者说两者谁更好呢 没问题 安排 下一期视频我就来亲自的对比一下这两款啤酒 真的是喝完以后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的这种麦芽的这种香味啊 以及后续的这个味道啊 让你感觉是喝啤酒那种享受 就这样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说出您想让我评鉴的啤酒 拜拜 拜拜 因为是宗人的